以前古人讲 说言教不如身教 我发现平甩也是身教 自己教自己 其实有很多的回想 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就是因为回想多了以后 发现原来它有这么深度的感觉 但是我们如果好好地练 我们自己练平甩 就等于是在教自己 我们只要动 有很多事情有时候想不出来 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有时候在心灵上 有些事情想了半天想不通 练平甩 突然就通了 有的人还有更好玩的 他说我本来看佛经 我说看不懂 练平甩 练着练着看佛经看懂了 你想不相信 你要是还不太相信 好好地练就知道了 有一次我们也跟一些高僧大德 我们跟他交换意见 跟他分享平甩 他不甩还好 他一甩 他说这是洞缠呢 哎呀 我说你这个说得太好了 我说又增加了我们对于平甩的认知 教那些修理很好的人 他们都一甩就知道了 他说这是洞缠 都很感动 这个平甩不但对身心状况好 还有对修炼也会很好 这个洞缠就是身体保持平常 心理保持平常 灵性自然就能够平常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这个灵性 当我们心乱的时候 这个灵性它没有办法凸显 可是我发现这个灵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 身体保持平常 自然能够健康 心理保持平常 自然能够不乱 灵性保持平常 自然就能够凸显 而且那个直觉 会变得越来越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平常性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刚刚讲的这个 启动循环增强免疫 规律的良性循环 循环 排除 补充 平衡 各位 你们发现 如果这个偶然的循环 还是没有办法 该排除的排除 但是我发现它为什么会有 那么好的回响 我发现这个循环 真的很重要 而且要很规律的循环 规律的循环 它该化掉的就化掉了 该排除的就排除了 然后当我们排除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自然它就补充了 以前我父亲 他们常常讲 他常常跟我们讲 他说 要用心 用心 用心还是不行 他又说了 要虚心 虚心 虚心还是不懂 他又说了 要成心 各位 你们发现 一个用心 一个虚心 一个成心 如果我们用这种心境去练平衔 不要说练平衔了 用这种心境去做任何事情 绝对都有很深度的领域会出现 甚至于无事不成 一个善 一个用心 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在用心上面去行善 在行善上面不断地用心 那真的是 这个世界绝对一定是太平了 各位说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我说 调理脏腑平衡身心 调理我们讲 整齐化医 平衣 横衣 深衣 心衣 什么叫调理啊 整齐化医 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整齐化医 心整齐化医 头脑思考整齐化医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事情 会难得到你呢 为什么讲平衣 平衣静人 我们讲平衣静人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平衣静人 这个我相信都不是最好的东西 一个就是横衣 我们讲横就是平衡 唯有平衣才能横衣 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深衣 我们的身一定要活 才能够讲到这个义 这个义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交易 可是在交易里面 总有不义 可是在不义里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入那个荣义呢 什么叫荣 包容 我们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有了包容 我们才能够融入 对不对 融入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所谓的 义经的一个高度境界 因为你看我们外面不是也有很多人 他就讲了 他说有的人是在探讨义经 他说我们很多事情都已经走在义经上了 各位 我们要一起来努力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在义经上 然后才能够走出这个所谓的 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的高度境界 好不好 我现在实在是讲得太多了 有时候分享不完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不好